第三是題第三是題35題是題主 純金或魚人金 新北市瑞芳區的黃金博物園區 展出黃鐵礦和黃金兩種礦物 教導民眾分辨魚人金和黃金兩者的差異 黃鐵礦主要成分是二硫化芽鐵 帶有亮黃色的金屬光澤 其他約含有46.67%的鐵和53.33%的硫 很容易使人物認為是黃金 故有魚人金之稱 黃鐵礦是提取硫和硫酸的主要礦物原料 其內的成分有含量不少的鐵 但是鏈鐵多採用次鐵礦為原料 因為黃鐵礦在燃燒時 會產生大量的二氧化硫氣體 造成環境污染 黃鐵礦可能含有金的成分 只是比例通常不高 通常在金礦附近 發現黃鐵礦的含金量較高 例如金瓜石的金礦研究為例 黃鐵礦中的金含量曾經高達100ppm以上 第34題問我們說 在上述文章內容中提到 鉀顏色以金屬光澤丙密度 請問哪些選項屬於物理性質 我們發現顏色金屬光澤跟密度都是物理性質 所以第三次提問我們說 請問哪些選項屬於物理性質 我們答案選的是B 加 1 B B B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